請問一下 Madam, 阿Sir 謝謝 林太太, 你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我們會拿到高跟鞋的化炎 因為在凶案現場 死者梁思敏的頸巾上 我們發現了一個鞋印 一個斗領跟高跟鞋的鞋印 正常來說 一個人不會讓人留在一個鞋印 在頸巾上 除非它是暈了或死了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你很快就會明白 其實我一直留意 林太太你很喜歡穿 斗領巾的高跟鞋 法證方面比對過 在死者頸巾上的鞋印 無論是腳掌受力程度 還是鞋印的磨蝕方向 都跟這對高跟鞋完全吻合 還有, 我們驗過你的DNA 跟死者梁思敏右手指甲裡的皮膚組織 是完全吻合 也就是說, 死者梁思敏 死前曾經跟你接觸過去 你會不會認為你殺他 其實你一直知道 你老公和梁思敏是有私情 你很討厭他們 你怎麼知道 你一直想梁思敏死 也想把罪名交給你老公 你一定很奇怪 我連這一點也知道 其實是你的身體語言出賣了你 你剛才在走廊 是扮演一個很無辜的妻子 其實一直都扮得很好 直至你進了升級 Madame告訴我 你一聽到你老公 承認殺梁思敏的兇手 說這樣做是令他良心好過一點的時候 你突然鬆了後氣 好像解決了一個很大的難題 正常來說, 一個老婆聽到老公這麼說 她的反應會是傷心、激動、難過 甚至乎是暈倒 但絕對不會是鬆一口氣 你這樣的表現 因為你已經找到一個待罪高揚 梁思敏搶你老公 你想他死, 這個不難理解 但林衛生是你老公 為什麼你要嫁禍他? 他做過什麼令你這麼討厭他? 是他們兩個不是跟我這樣? 我討厭那個女人 梁思敏這種狐狸精 遲著自己後生有幾分知識 剛才入浮浮高沒多久 就勾引我老公 還經常打電話來招呼我 你人老豬王就別再纏著你老公 我見過你的 你的眼睛鬥視這麼小, 又多著斑 拜託你去弄一下容 容蓉, 我入浮生過你又比你漂亮 你怎麼跟我爭? 我不分氣, 我不會輸給這個賤女人 我要比他漂亮, 為了留住老公 我真的去了整容 整一次不夠漂亮, 我再直 不斷是直, 整到最漂亮為止 但是越整越差, 原來自己也嚇倒 自己也不想見到自己? 回來 你怎麼在家帶著他帶人眼鏡? 沒事 脫掉他 不要… 你搞什麼?你很精不精害他整容? 你看看你, 你整容得像妖怪一樣 你叫我怎麼對著你?我都沒問題 我做了這麼多事, 都是為了他 他竟然還嫌我醜, 我很不甘心 我知道他把所有的錢都給他賤女人 就是因為他年輕比我漂亮 我很不分氣 終於有一晚, 那個賤女人又發訊息給他 我趁他換心的時候, 我就偷看他的內容 我知道那隻狐狸精又想玩東西 我很生氣, 馬上偷偷跟著我老公 果然他真的去見狐狸精 他們進了後巷 於是, 我今天他們進去 我聽到他們吵架 那臭女人竟然為了狐狸精窺空功夫 我很生氣, 我真的想那隻狐狸精糟糕 讓這隻狗男女可以一窩熟 我以為那臭女人殺了狐狸精 誰知道他竟然死不去 他一天不死, 我一天就不會有好日子過 不行, 所以我親手殺了他, 殺了他 走 既然我老公 Vid打那麼無情 我為什麼不可以無意呢? 他以為自己殺了一隻狐狸精 我就純粹推走, 焗死他 讓他們倆這樣對我 本來整件事, 他天然在幫我 他天然在幫我收緊這對狗男女 我真想不到, 竟然被你識破 林美如女士 我們會落案控告你謀殺梁斯文 告我?告就告 那賤女人打算跟我鬥 最後贏那個不是我? 贏那個也是我, 是我 我贏了 大哥, 即是你憑那句鬥嶺爭 就破了一宗曲子來投入懲殺案? 很厲害 當然是說斗嶺爭 其實破案是說每個實微的表情 每個身體語言 總之每個細節都是破案的關鍵 大哥, 我不明白 你不說清楚又怎會知道 不如你從頭到尾說一次就聽 你問這麼多幹什麼? 滑滑滑滑的 又發警察夢嗎? 你答應過不做的 繼續買東西, 當我水魚這樣按 大哥, 是你說要報答我才買這麼多 我還沒買完 你拿著槍指著我, 我不放牠走 看袋子 打劫了, 打劫了, 打劫了 打劫了, 打劫了 大Sir, 剛才有幾天車 對著我來開槍, 娶殺我禁色 在這裡等我 大哥… 蕊大師兄 劉Sir… 我的筆抄下他 好 總共有四個傑匪 四個都是中國籍男子 又戴口罩和有槍 是, 沒錯 第一個, 穿黑色羽絨背心 灰色褲, 白色球鞋 第二個, 穿藍色外套 黑色褲, 黑色鞋 走走地鐵方向 是 第三個, 穿黑色鴨嘴帽 迷彩軍衣, 淺色褲 向太子道方向走走 第四個 滑 我看見戴黑色鴨嘴帽 向太子道方向走的賊 是穿橫色褲 穿迷彩外套, 淺色褲是第四個賊 她向街逛街方向走 小姐, 為何這麼肯定呢? 不可能 我的大哥, 出名是超級傢伙 幾個力特強, 她沒理由錯 不是…其他人可能有錯 但這位小姐絕對沒有錯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甚麼? 快點下載這個APP來看劇吧 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我來看劇集中 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